欢迎收看五二会客室 我是何慧荣 国与国之间的征战 更多时候源自政权分裂 南北韩之间的恐怖平衡 除了台面上的敌对 更有不为人知的秘辛 这当中当然少不了间谍行动 今天要讲述的被称之为 684部队 这是大韩民国在冷战时期秘密 创建的派北赶死部队 原先的任务是要刺杀 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最后却在南韩集体团灭 到底怎么回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还原 时间先回到1968年的年初 1月21号这一天 北韩的朝鲜人民军124部队 由31名队员组成的秘密小组 穿越了南北交界的封锁线 潜入南韩的大韩民国 这个124部队的突袭队 唯一任务就是到清瓦台 南韩的总统府 去刺杀当时的总统蒲正熙 他们之中的6人 洋装是南韩反情报队的成员 身上虽然穿着整齐的南韩军服 但是一些徽章的配戴方式 却有出入 有一说是他们脚上的鞋子露了线 总之越靠近清瓦台的警队 素质跟敏锐度当然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察觉有意就上前排问 这6名北韩突袭队的124部队成员 眼看漏线 就打算来个鱼死网破 拔出枪械开始攻击 并瞧一旁的弓车丢直手榴弹 现场陷入枪战 造成7人死亡 这当中包含南韩的一名警察局长 也惊动了附近的南韩卫戍部队 直接出动包围 124部队的6人中5人遭当场击毙 原本活捉一人打算抓去审问 不料在押送的过程中自杀身亡 但这些南韩军队也不是吃素的嘛 意识到恐怕不是只有6人小组这么简单 于是展开大规模搜查 果然在同一时间出事的不是只有一个地方 实际上由31人组成的124部队 他们全员出动 再被一一揪出 最终整个124部队行动 28人死亡 生情1人2人逃脱 南韩军警也掌握到 他们是打算来执行刺杀行动 而袭击7瓦台的特工被抓获时 距离总统府的直线距离 已经不到百米 也就是这一批赶死队 差一点就成功了 这消息迅速惊动了高层 而逃回北韩的两名特工当中 其中一人竟是在腹部中弹 肠子掉出来的情况之下 把肠子塞回肚子压着伤口逃回去的 即便任务失败 但使得南韩政局动荡的效果 北韩高层是相当满意的 因此逃回朝鲜的这名 124部队成员 一路高升到朝鲜人民军总 政治局的副总局长 而在南韩1月21号 事发当天直到2月3号 连日搜捕 南韩死的伤可不少 22名军人 两名警官 88名平民 两名美军死亡 此外还有47名军人 16名美军 5名警官 还有4位民众受伤 共计114死72伤 由于事发当天 是1月21号 也因此历史上称之为 121青瓦台袭击事件 对于大海民国政府来说 这口气怎么可能咽得下去 于是他们打算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 组建一支特种部队 似乎是刻意要较劲 同样是选择31人 韩国中央情报局 就开始制定严密的计划 从一开始打算 突袭朝鲜特种部队的据点 来个以牙还牙 到最后决定 任务是要暗杀金日成 他们选定在 人川外海的无人荒岛 石威岛 当作训练的秘密基地 锁定死球 跟一些沾染黑社会的人选 这支赶死突袭队 被命名为 大韩民国空军 2325大队209特遣队 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 684部队 1968年4月份组成的 是这个命名由来 虽说刚刚提到的组成分子 大多不是什么好人 至少在一般的社会认知当中 是违法乱纪的人 但在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后代子孙 有些指称自己的祖先 是因为丰贺的条件 才自愿参加的 但这些已经很难去还原了 目前还有一些说法是 机械人的身份 有些是肇事撞死人的卡车司机 黄牛 假和尚流浪者 诈骗犯 地痞流氓 落魄失忆的运动员 还说不够凑数的 是直接到路上绑来的 总之他们互相看不顺眼 在经过秘密特训之后 反倒有了革命情感 都想要爆笑国家 但因为训练环境很刻苦 除了学会使用武器 各种爆破格斗 甚至传出 教官用子弹开枪追逐训练 喝用人骨泡过的酒 跟尸体共眠等等 过程中有人意外死亡 所以整个 684部队 只剩24人 顺地结业 而整场暗杀金日成的行动计划 被取名为欢作战 美国还提前派遣驻冲绳的 空军高空侦察机 派下金日成供电的构造 还有周围地形交给韩国中央情报局 南韩政府提前把这批684部队 从训练的石维岛派军舰 转移到了离朝鲜比较近的白丁岛 并规划要搭热气球飞过去 用降落伞降落之后 来展开暗杀行动 真的就像是电影场景的那种感觉 而整个事件的发展 却突然大转变 没想到就在一切准备就绪 随时可以一声令下初级之际 南北韩情势有变 蒲正希的想法说乎变就变 豪四原本的气消了 没有要追究了 派出KCIA南韩中央情报部的部长李厚若 来秘密接触北韩副总理蒲成哲 其目的是要去缓和南北韩之间的紧张气氛 刚刚提到的KCIA南韩中央情报局 你现在去查已经改名称了 1999年的时候已经改叫国家情报院 总之人家打了你一下 你还主动求和 对方可能暗自窃刑了 而蒲正希这时候想到说 哎呀我还有个赶死突袭队 这要是不是知道的 不但是显得没有诚意 可能反而会引发战争 所以在1969年直接终止了暗杀计划 而南北韩也确实彼此释出善意 讨论说是不是要进行分裂以来的首次会谈 这种时刻当然是要更要扫心谨慎 因此684部队瞬间变得多余 上集只能将他们丢回原本训练的石威岛 返回石威岛的部队成员 充分感受到自己成了弃子 不仅是粮食补给中断 冬天连取暖的炭火都不足 生活难以维系 保命都快要成了问题 原本报效国家的使命没了目标 而他们的存在 几乎只有非常少数的高层知识 这张情报局跟空军高层 过了两年才想到要讨论如何处理 原本空军参谋长提议将他们解散 但更多高层认为 赶死对秘密不可外泄 这最安全的 唯有死人不会说话 计划要将他们通通灭口 但消息终究是走漏了风声 1971年8月23号凌晨 684部队训练兵趁站岗士兵上厕所的时候 锁定突袭平日训练他们以及岛上守卫的宿舍 并捣毁通讯系统 阻止他们把消息传递出去 其实除了活下来的24名赶死队成员 岛上还有30人 是负责教育训练跟守备勘导的士兵 暂且当作是赶死队的上级 30名上级直接被做掉12人 训练兵却只有一人牺牲 你要说训练兵是血洗石围岛 也真的不为过 接着他们就站了临近岛屿渔民的渔船 直奔最靠近石围岛的人船 在转往汉城奔去 过程中劫持了公车搭乘 还接连杀死了12位民众跟警察 才刚抵达汉城 这边开始有大量的军队 没有原先预期能跟中央政府谈派的机会 而是直接跟军警驳火 下午两点多训练兵不肯器械投降 集体引爆手榴弹 战乱平息 公车中有大量的训练兵跟民众的尸体 只有4名684部队成员逃跑 但还是被军方给抓捕 并在军事法庭上判处死刑 在1972年的3月10号执行枪决 这就是韩国史上所称的石围岛事件 从原本的打算低调处理掉的684部队 到最后变成叛乱 弄出这么大动静 这很难跟全民交代 但他们坚持不能公开684部队的秘密 于是官方各种转换说法 一下说是不明武装分子想要暗示成朝鲜游击队的偷袭 但是又怕南北韩关系紧张 又改口说是空军特种部队叛乱 反正就是不能公开真相 南韩政府算是吃了哑巴亏 国防部长跟空军参谋总长直接引咎辞职 如果光以南韩政府的大局考虑 目的其实是达到了 因为1972年的7月 南北韩终于顺利签署了南北和平共同声明 这样的和平协定 双方讲好不会挑起武力对峙 或是对彼此展开军事行动 也因此双方正式破冰 除了高层的沟通会面 老百姓也终于有机会见到因分裂被迫分开的家人 虽然南北韩之间的叠对叠关系 不能说是一笔勾销 但至少可以算是一个重大里程碑 历史的真相一切终将浮出水面 2003年684部队改编的 石围岛风云电影上映非常卖座 超过千万人次观看 等于每三个韩国人就有一人看过 南韩政府不得不面对他们死守多年的秘密 随着史料的公开 南韩政府承认间谍交战时期 约有8000名执行秘密任务的人员死亡或是失踪 此外更曝光当时684成员叛乱暴动 饮食差都无法生存当然也是因素之一 但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不是因为政府要灭口而折磨他们 灭口宁可要干净利落 实际上当时相关的预算并没有缩减 而是总有一些官员看方向办事 眼看684部队没有利用价值 就层层扣走了预算 该有的补给跟工资根本不到位 也成了血洗石威岛的到货线 南韩国防部还一度想要把684成员 全部都包装成民间人士借此撇择 后来四名遭叛死的成员 他们生前的笔录曝光 证词就写下了整个训练的严护过程 更提到了薪水已拖欠数位这样的一句话 直接打脸国防部说他们非军人身份的说法 2009年684部队成员的家属 起诉南韩政府 直到隔年取得胜诉 首尔中央法院判决政府要向家属赔偿 并承认他们的存在 在这边我们特别要把美国拉出来讲 这是有前因后果的 早在北韩对青瓦台发动攻击失利隔两天 也就是1968年1月23号 朝鲜政府在原山海域扣押了美国第七舰队的 普维部落号电子侦察船 当然北韩敢这么做那也是有所本 毕竟背后可是有苏联撑腰 因此北韩跟美国之间也被形容是在进行懦夫赛局 懦夫赛局又被称为是胆小鬼赛局 小级游戏阴歌赛局或是血堆赛局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双方对抗僵持不下 做决定必须先看对手 对手不让步那自己得让步 若对手可能让步自己拼死都要踩稳不退 只有好比赛车对冲 大家拼个心理素质 你就直直往前冲 对手破防了自然就会转弯让行 结论就是不要命的最大 但也是可能会两败俱伤 而北韩跟美国之间 美国在懦夫赛局败下阵 由美美方对于自己的船被扣押 当然是很火大 要求北韩释放人质 并加强驻韩武力 破百架的F4 F105战斗机来进驻待命 没想到北韩态度更强硬 直接放话说 要用报复回应报复 用全面战争回应全面战争 一副直接开战的态势 本以为南北韩要开战了 结果美国归了 事实上美国当时武力多半投入了越战 根本也没有足够的武力去跟北韩强碰 反而答应了北韩提出的三个条件 acknowledge 承认错误 apologize 谢罪道歉 assure 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实称3A条件 北韩这才把有生有死的船员送到38度线 不过这艘普遗部落号至今还留在北韩 BBC中文有一篇投书分析 一场战争各自表述 就特别提到了 美国对待朝鲜和其政策 根本是集体遗忘继续敌势 会对朝战集体失忆 一方面以时间轴来看 三年的战争不及越战的三分之一 因此美国政府把南北韩的纷争价规看待 但实际上二战时期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对朝鲜发起了焦土政策 三年期间投掷了60多万吨的炸弹 这是什么概念呢 二战期间中英美联手来对德轰炸 四年来总共100多万吨投在了德国本土 试想一下当年德国的角色 大家深恶痛绝 必灭之 德国大约是三十几万平方公里 北韩大约十几万平方公里 当然用现在看可能不准 毕竟德国在大战之前面积是更大的 加上轰炸德国花了四年时间 朝鲜是三年 所以我们用比例粗浅去换算 朝鲜的落弹量是德国的两倍 乍看之下这个数字真的是让人震撼 当然以上说法不是唯一的观点 我们都应该要吸纳不同的说法 美国观点看多了 我们应该要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历史 这也是会客室的初衷 看看世界看看自己 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欢迎留言跟我讨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无二会客室 我是何慧荣 我们下回见